大家好 我們上次講到怎樣由1數到20 好,那我們今天開始繼續下一集 我們上次講到由1數到20 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數字表的一部分 也就是我們在畫面上看到藍色的這一部分 我現在畫的這一堆 就是由1數到20 那,其實我們還有很多 除了1數到20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數字還未講 那我們今天就講一下這一堆究竟是什麼 首先,第一個數字呢 就是 例如比2小一個單位的 那就是1 那,如果再比1小一個單位是什麼呢 我們是0 就是這樣寫一個O 0 這樣寫的 這個就是0 OK 那,如果比20大一個單位是什麼呢 這個是21 然後是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0 31 32 33 34 35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8 49 50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0 60 61 62 63 63 64 65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2 74 74 75 76 7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6 87 88 89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這個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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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整體來說 如果我們有兩個數字的話 我們首先會讀第一個數字 例如紅色的這個我們會讀4 4 而中間 這個空位我們會讀10 40 而會再加上後面的數字的讀法 例如這個例子就是46這樣讀的 如果後面是0 即是我們剛剛所說的第一個數字 如果後面是0的話 我們就會直接讀40 不會讀400 對 是不需要的 我們會直接讀40 OK 如果明白的話 我們就給大家一個終極挑戰 對 數一數 在這張圖裡 究竟有多少個橙 橙就是上面這些 有多少個橙 還有有多少個蘋果 有多少個橙 就是橙色的這堆 還有有多少個蘋果 紅色的這堆 大家可以暫平一下這段影片 看一看 數一數 究竟有多少個橙 還有有多少個蘋果 OK 今天暫時講到這裡 就是表格